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愛其實是一種情緒 是一種感受 為何愛這麼難解釋 因為感受感受也有缺妙 為何解釋感受也解不到 自己的感覺不知怎麼跟你說 所以原來愛就是一種感受 所以你講到就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感受的話 人們會怎樣呢 感不到我 所以有些人跟我說 我知道神愛我 但是我感受不到神的愛 我只是透露知道的 我感受不到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感受系統出現問題 每個人都有感受的能力 我有這個能力 但是不是表示你會感受得到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人是可以有防衛機制 令到自己不想去感受 所以人會麻木 為什麼呢 所以麻木的人一定會跟你說 做人就是行屍走肉 做人沒有意義 為什麼呢 一個麻木的人是感受不到愛 他感覺不到愛 如果沒有愛的時候 他做人還有什麼意思呢 就沒有意思 所以原來情緒很重要 為什麼呢 如果沒有情緒的話 我們感受不到愛 我們不知道什麼叫愛 愛是一種 你自己親身經歷過 你又明白了什麼叫愛 不能解釋的 因為是情緒的 所以你看得到情緒是什麼 人生命中很重要的程度 如果沒有情緒 其實我們是不變的 為什麼不變法 我又比喻一下 你每天起床到晚上睡覺 你知不知道一天要做多少個決定 由起床 你想一下 穿什麼衣服 吃什麼 搭什麼車 回到公司做什麼 他這樣說怎麼回答 哇 你想一下一天要做多少個決定 多不多 多啊 成千上萬差不多 即是有幾百過一千過 都可能有 哇 如果過約每天都要去做這麼多決定 想要怎麼決定 會不會很辛苦呢 很辛苦 但是其實有很多決定 你是沒有想過的 你沒有思維過的 你起來看看衣服 穿得見到這樣 你不是特別計算一下 紅色好還是藍色好 白色還是黑色好 吃東西就不會計算一下 吃A好還是吃B好 吃腸 吃麵 吃麵 吃麵包 吃什麼好 又計算一下 加勞理 又想一下怎麼吃法 哇 很複雜 通常我們不會這樣想 為什麼有些人去餐廳 看著餐牌 不停定 他都度來度去 想不到吃什麼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選擇 但是很多人不用想 看見到這個 吃這個 是什麼 是感覺來的 你感覺到想吃 就吃那樣 什麼樣 都要有思考 又分析 然後才決定 嘩很累 是不是 人家跟你說話 你都不會說 等一下 分析一下你說話 然後我再回答你 嘩 那有段時間都回答不到 是不是要考慮一下 為什麼有些人跟他說話 他不是太回答你 就是因為他在想 有時間去想 分析完才回答你 嘩 你都沒有興趣跟他說 是不是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 這麼快 可以決定 立即可以想到 立即可以回應到 是什麼 全部都是 情緒系當中 做那個主動 不是思想做的主動 嘩 如果想完這件事 你會發覺 你現在明不明白 情緒對你多重要 是不是 你知道好 不知道好 其實你所有的生活行為 思想行為 都是由情緒主導你 原來是的 我看看聖經的經文 我發覺 神都有憂怒哀樂 祂又會喜悅 又會哀傷 又會憤怒 又會擔憂 那就是說 有趣了 為什麼神 要跟我們一樣 有一個情緒系統呢 為什麼大家要有一個 有一個情緒系統 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創造是這樣的呢 那如果你想一下 你剛回來的 很不開心 今天很激氣 回來跟你配偶說 今天他這樣 為什麼要跟我說 說一堆 給他 然後配偶是 完全是 驚不住的 你為什麼要激氣 激什麼氣 不用激氣 他就這樣做 他覺得 我不是要你 怎麼做 我想你分享我的感受 是不是 然後很濛 不跟你說 對頭太同 是不是 原來人呢 跟對方 另外一個人呢 如果當你很想親密關係的時候 你需要什麼呢 你需要能夠跟他分享你的情緒 你需要他能夠明白你的情緒 然後呢 他立刻回應你的情緒 那你們兩個才有什麼 交流嘛 有交流之後 你才會覺得 舒服些 那我覺得什麼 我覺得跟你比較close 對嗎 因為很多人覺得情緒是很私人的東西 很多人都不願意跟人分享他的情緒 對嗎 他跟人講的事情 講事而已 你必須要講自己的情緒 情緒留下什麼 比如說你是安全的 你信任的人 你才跟他分享 所以情緒的系統 是會令到人和人的關係怎樣 有親密感 所以為什麼那些家裡呢 有時候那些人說 我可以跟朋友聊天 比跟家人聊天更親密 為什麼呢 明明家人應該很close 但是你發覺家裡有什麼問題呢 大家從來都不會講 什麼感受 吃飯一圍他坐在那裡就說 發生什麼事啊 他又做什麼啊 旁邊的家又做什麼啊 哪個親戚又怎樣啊 那件事又怎樣啊 但是呢 我們不要講 我們的情緒的感受 所以當我們不能夠 情緒交流的時候 你會發現家人的關係 停留了什麼 多能化 就好像打討論時事 但是不會覺得很親密 所以如果情緒呢 因為剛才講的比較抽象的東西 所以定義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定義 就算是不同的心理學家 也有不同的說法 我選擇了這個叫做 情緒人際關係上行動的傾向 企圖維持或者改變 我們和環境的關係 這個就是在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剛才我講的就是說 我們譬如說 每天呢 我們的情緒怎麼反應呢 就是我們情緒會接收到什麼 我們五官嘛 我們會看到 聽到 我們會感受到 五官的訊息進入了大腦呢 那大腦怎樣呢 它就會變成一些信號 告訴我裡面聽 那告訴我裡面聽會怎樣呢 它就會怎樣呢 它就會和你裡面自己的需要 去評估一下 它講的那些話 就是不知說什麼 我又很累 然後你看到有些人就坐在那裡 就睡著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接收信息 它不明白 然後裡面的信息說很累 那不如就先睡睡覺 那它就會有一個傾向想睡覺 但是如果接收信息覺得 哇很精彩 它很有趣 那它就覺得好像自己的衰 很想知道這件事 那立刻的人就會怎樣呢 提起精神 那這個過程 究竟你現在想睡覺 還是提起精神呢 其實不是你主導的 你不是在想這件事 是自然地發生的 所以情緒就是 每一次都是什麼 很自然地提供一個行動的傾向 就是一個信息給你就是說 很睏啊 睡覺了 很有趣的提醒精神 這些信息給你 然後你就會自動跟著它去做 那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幫我們能夠維持 或者改變我們環境的關係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幫我們求生 所以情緒很厲害的一個系統 當我們自己不停地去觀察 接收信息 然後不停地去組織 我們這些客人有什麼需要 然後不停地告訴自己 你做什麼 做什麼 如果你沒有這個情緒 不停告訴你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你不知道每一刻 你要怎樣做 因為你未必要在想這件事 但是自然它就告訴你 你要怎樣做 EQ在說什麼呢 就是你能夠真正能夠很明白 和接觸到自己的情緒 但是能夠接觸到自己真正的情緒 如果你在用防衛機制的時候 你就能夠情緒系統 就是能夠自然地去流露 就是運作得很暢順 就好像一條水管 很暢順地流通 當你能夠明白自己的情緒的時候 你對別人的情緒會怎樣 也都很容易去明白 因為明白別人的情緒 我分析它的情況 其實明白那個意思不是這樣 明白是什麼 心同感受 就是它說到 哇 多慘啊 媽媽離開了 她一個人孤零零 我怎能夠明白到她的感受 因為它當我講到孤零零 我就想起 我自己都見過孤零零很慘 所以它一講到那個話 我馬上很難去明白它 因為我有這樣的經歷 我就能夠代入它的感受 我就去明白它 同理心 所以EQ好人 你一定有能力去明白別人的感受 那你怎能夠明白別人的感受呢 首先 原來是明白自己的感受 如果自己的情緒是閉塞了 自己都感覺不到的話 你沒有能力去感覺別人 那就變成 跟別人相處很多問題 有些人的問題就是 或者是不醒目 別人的樣子都好像拿著 都不想聽了 你又繼續在那裡說 為什麼呢 你很興奮說 你都沒有留意它 又不理它 他想不想聽了 別人發覺 你能夠開始意識到別人的多些時候 你發覺你能夠跟別人相處 自然就容易了很多 所以情緒是一個內在的訊號 所以很多人會說 你能夠說 你能不能這麼大反應啊 這麼小事 怎麼這麼大 這麼生氣啊 那些家長和小朋友說 哎呀 沒有知道就算了 哭什麼 沒有哭 就給你了 就是我們有時候 對別人的反應 我們覺得 那些人為何這麼誇張 這麼小才大做 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 情緒原來是 主導我們每個人 這麼重要的時候 那我就告訴你 其實呢 你每天這麼多事情發生 你怎麼知道 什麼事情對你重要呢 很簡單的 你有feel的事情就重要了 人家可以說很多事情 你都沒有feel 那就對你沒有影響 你每天聽到這麼多事情 你都不會全部接收 但是哪些事情你會接收呢 就是對你有感覺的東西 所以有些人說 啊 教會很多事項 請大家來幫忙 很多人說 啊 這麼多事項 我應該做哪樣啊 那做哪樣 那怎麼做呢 誰知道選擇 那就是說 你沒有負擔 啊 你 講到這個事項 我就覺得 很有感覺了 於是我就覺得 有興趣想做 那就是 凡是你有感受的東西 就是對你這樣 都是重要的 如果沒有感受的東西 是不重要的 當你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 就是所有有信情緒之後 就是拿一個信號告訴你 是內部跟你嘟嘟嘟嘟嘟嘟 這件事重要的 你才有感受的 如果沒有反應的話 是沒有感受的 當你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 你開始明白就是 人家那些有感受的東西 我不用這麼快就說 人家過份敏感啦 不用這麼快說人家大提小做啦 因為那些東西其實 就是 就是對我不重要 但是對他重要 我明白 當然我不明白 為什麼對他重要 就是 因為你又不是他這樣的經歷 是吧 如果你發覺你是他的話 經常都被人欺負的 今次又靈又說他 那當然很生氣 很不開心 但可能我對我來說 我不是經常被人欺負的 人家想欺負我一次 就算了一次 就有他了 對他來說 經常彈起 因為一生人都是這樣 你還是這樣對我 那就很激 因為我們不明白人家的感受 有時候我們不會體會到 他這樣的反應 其實對他來說的小重 當你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跟別人相處就明白了 人家反應的時候 別那麼快說 你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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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始從他過去 經不理解到 你就明白 他有個原因 原來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明白 跟別人相處就容易了很多 立正會高一點 所以情緒是幫助人 剛才說過很迅速組織行動 求生 亦都可以幫你持續觀察 跟別人的關係 你發覺 譬如你有一天想跟老闆說些事 那一天想跟他說 說了兩句之後 老闆的樣子好像不太好 接著你會怎樣 你可能就不說下去 他好像不太想 那就不說 但這個過程當中 由你跟他說說 你決定不說這個過程當中 是在說幾秒鐘的事 其實這個過程你是沒有想過 你不是思維地 OK 現在這樣就不要說了 你不是這樣的決定 你知道嗎 很自然就覺得他的樣子 信速告訴你他不接受 你就很快 自己就會覺得 不要說了 這個決定很快 所以原來 一就是情緒幫你什麼 會偵察機 那時候偵察著人家的反應 然後自己什麼 然後馬上去調整 按他的反應 我做我的調整 這個過程很快 不是你思維當中去分析 這個防衛機制是神次給我們 即是如果人 其實人生都很多 即是苦難 很多悲痛的 如果人是沒有防衛機制 都不可以的 即是人痛到最痛的時候 你是需要保護自己 那要講到五個層次的保護 那如果第一層那些 就叫做存在的不避意識 那即是 譬如你見到那個人 明明他很生氣 那你問他 你是不是很生氣呢 他就說沒有生氣 我那個大聲亂 沒有生氣 但他的眼睛就突出來 那個樣子很大聲 他自己不知識自己生氣 人人都覺得他生氣 他不覺得自己生氣 即是人可以防衛到 就是人家看到 你自己都不知道 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 就是他很生氣 他不是生氣 我那些有點不舒服 那就是什麼 部份被意識 他都不覺得自己很生氣 但他小小也有問題 有些東西 部份被意識 第三個層面 就是有些人是存在 感受到生氣 都知道自己生氣 但他告訴他 但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生氣 有些人說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一起來就哭 那我問你 那哭什麼 我不知道哭什麼 就是眼淚自己 在那裡流 他就自己滴 他就試過 我還有其他人跟我說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 每一隻眼 都流眼淚 但是他不自控 自己就流 他在那裡說 他就說 那我就說 人不傷心 就不會流眼淚 你開心 你怎麼叫流眼淚 你自己流眼淚 就流不了 那他就說 其實 其實他在那裡很傷心 但是他又不想知道 自己是傷心什麼 有些人說 我不知道 就怎麼樣 好像沒有那麼傷心 有些人做人 做人就朦朦地了 為什麼朦朦地 他們知道太清楚的現實 是什麼 很殘酷 很難頂頂不信 所以我詐不知道 當沒事就算了 但是當沒事 騙自己 又沒有感受 又有感受 那些感受會 即刻刻刻刻 到有一天 會爆發出來 在那裡哭 但不知道自己哭什麼 在那裡生氣 又不知道自己生氣什麼 這就是人一個的房位 就是我選擇 不去明白自己的感受 會好像令我恐怖一些 但是有什麼後果呢 後果是什麼 就是好像是舒服一些 好像是沒有那麼辛苦 後果是怎麼樣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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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要了 大家聽到了嗎 即是會壓進去裡面 有一天會真的大爆炸 是的會的 所以有些人說很害怕 我情緒會崩潰 為什麼情緒會崩潰 就是因為你裡面 積了太多 有一天會很失控 但如果你平日 每天都被自己情緒 好像倒垃圾 那樣釋放了出來 其實你是不會崩潰的 所以有些危機就會崩潰 但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還有我想到另一個問題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做什麼事 不開心 做什麼事生氣 那你有沒有辦法解決它 沒有辦法解決它 因為你都不知道什麼 怎麼解決 沒有辦法解決它 永遠都是什麼 每人都不開心 每人都是生氣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選擇 也有時候 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那第四個階段 就比較好一點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進入這個階段 就是我能夠經歷到情緒 還有我都開始能夠意識到 是什麼東西 知道多些 那第五階段 更好 就是我能夠經歷到 亦都明白 象徵到的意義 亦都可以完全明白自己是 因什麼意義而起 為什麼有這樣的意思 相關的行動應該是什麼 我的需要是什麼 欲望什麼 還有我和我過去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我這麼激烈 如果都能夠去到這個位 其實你發覺 你就沒有那麼多防運機制 你們的記錶 這個是最上方的形容 可以對手 我們現在看影片 沒有需要錶 spoke 然後突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